一年出生,一黑一白根本看不出来是童年 湖南卫视有两大台柱子,一个是汪涵,一个是何炯 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其实是一样大 1974年出生的他们已经40多岁了 1991年出生的郑爽跟邓紫棋也一样大 虽说两人看起来都很年轻,但是郑爽更胜一筹 男神钟汉良和张振月 这一对怎么看都不像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张振月给人太沧桑成熟的感觉 1974年出生的他们都已经43岁了 任达华还比赵本山大两岁 不过任达华依旧可以在屏幕上扮行男 赵本山却为逗了全国老百姓熬白了头 最后看一下娱乐圈最有议论热点的同类人 那就是同为73年的郭德纲以及林志颖 两人之间的对比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大家自己来感受下 左边的94级本科 在电视剧《雷宇》中饰演少爷周冲 周冲等主演的大名公词 出演软弱无能的皇子李洪 海言剧《你的生命如此多情》 饰演男主角吴晓 在双兵主演《青春出动》中饰演梁梁这个角色 尽管出演的作品不少 刘栋本人也很帅 但时至今日我们极少看到刘栋的身影 和他合作的范冰冰 李冰冰周冲等人早已大红天下 而他却消失了 海言剧《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开拍 刘栋很幸运的当选为男主角 然而案件和冷枪也接踵而来 开机的当天晚上 刘栋即被一伙人上门打破相 原来是自己无意中抢了他人的饭碗 可见当年的娱乐圈也是黑暗的很 相比其他明星 刘栋既没有什么绯闻 更不会炒作自己 刘栋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平实的一位演员 很多接触过刘栋的人都喜欢和他打交代